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詹姆斯先生和伊夫林女士合著的对梦的阐释 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 噩梦与职业有关吗 副标题是 哈特曼医生的试验 哈特曼医生是一位精神病医生 因为他对噩梦的研究而为大家所熟知 哈特曼曾做过一项针对38名成年人的试验 这些人一周至少有一次噩梦经历 而且他们的噩梦周期已持续半年或更久 大多数人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受到噩梦的困扰 哈特曼会询问所有被试验者的噩梦时了解噩梦的内容 并将询问结果详细记录下来 研究者对睡眠实验室里的十一名被试验者 进行了四个晚上的观察 哈特曼对这种方法带来的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工合成的实验室环境 影响了被试验者和他们的梦 也严重影响了试验结果 第二组实验包括三个小组 第一组成员为那些长期受噩梦频繁困扰的人 第二组成员有着非常逼真的梦 但那些梦既不会重复出现 也不是噩梦 第三组成员唯不能记得自己所做梦的人 研究者为他们做了心理测试 进行了深入调查 并询问了他们的梦的内容 试验完成后 哈特曼得出这样的结论 受噩梦困扰的那组人 跟第二组和第三组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但是他们的性格跟上一组被试验者的性格非常相似 所有做噩梦者的工作都跟艺术有关 比如音乐家或者画家或者是老师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符合社会性别角色标准 这里我解释一下社会性格角色标准这个概念 在社会文化模型中 性别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注意性别角色 性别角色指一个特定社会中 被认为恰当的男性或女性的行为模式 这些模式表现出最基本的男性或女性差异 这就指性别角色 阿特曼根据这两组研究发展出一套意识界限理论 他认为个人界限同人类早期意识结构和机能的发展 有着错终复杂的关系 这些机能可以区分为两种极端 比如自我和他人 内和外 幻象和现实 而那些长期饱受噩梦困扰的人身上 具有一种搏界限机制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性格非常开放脆弱 受困于某些自我功能 因为搏界限机制的存在 使得这些人更加了解内心和身边的情感 他们偏好艺术追求 但更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伤害不仅来自外面的世界 也包括他们内心的愿望和冲动 而那些具有后界限的人 对于外部世界和无意识恐惧 冲动有着更强的防御能力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